今天在节目呢要告诉大家就是周末可以到哪里去玩呢 我们在爱在巴巴感恩发发的活动 现在呢今年场次要办到是不是最后一场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就是高雄市农业局的陈一年记正来到节目的现场了 一年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巴巴重建其实已经大概五年的一个时间 那我怎么听这个活动啊 他办了好多次都蛮蛮不错蛮好玩的 这会是今年的最后一场了吗 是因为他我们巴巴是当年的这个莫拉克风灾 那所以有特别政府订定的一个莫拉克风灾的一个重建的特别条例 那这个条例本身它是一个特别的法令 所以它其实是有期限的 那到今年我想到今年整个重建区的相关的作业也都大致底定 那所以呢从明天开始这整个重建区的这些工作都会回复到各主管部会 那就就他们原来的职责 那还是会继续的来协助我们重建区的这些居民 他们的产业的复苏也好 或者是一些基础建设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这个重建区的这个风灾的这个展售 全国展售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也是在今年会做进行最后一个场次的举办 那未来的话呢 它就会回归到我们一般性的这个农特产品的一个展售活动 是 好那么爱在巴巴感恩发发的活动呢 就是都在高雄的莲池坛这边 那么是不是请一年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场活动是什么时候要展开呢 这一场活动会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4月19号跟20号 那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6点 那地点呢 是在我们莲池谈判的这个高雄物产馆联坛旗舰店的广场 好那这个活动是由哪一些单位一起来办理 然后呢会展示哪一些的内容 是我们这次的活动 我们的定名叫做爱在巴巴感恩发发 那刚刚也有提到 这是由行政院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以及我们行政院的原民会 还有农委会来指导 那是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来主办 那由高雄市农会来承办 那这一次我们邀请了 来自我们全国各重建区 将近140个这个摊位 来参与今天这一次的展售 那里面展售的产品就包括有我们的鲜果类 包括凤梨木瓜香蕉八乐 这种当季当令的水果 还有各式的蔬菜 另外也有续产品以及我们原香 我们原民的这些手工的这些手工艺品等等 那可以说是相当多元的这个农特产加工品的一个大会集 那今年因为刚刚也有提到是最后一年来办理 所以请民众呢 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嗯好 那么另外就是在这个爱在巴巴感恩发发 两天的活动听说呢还会发红包是不是 哦对对对我们是在我们开幕的当天 那我们开幕活动是定在星期六四月十九号的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开幕的一些表演的活动 那我们在现场呢开幕完之后 我们就会发给这个巴巴发发幸运红包 那有一百份的这个红包幸运红包给我们在现场的民众 所以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哈 那星期六下午四点的时候要记得到舞台前面来卡位 嗯因为只有一百封的这个红包 如果说没有拿到那那就没有了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啊 还有很多好康是不是 对对还有很多的好康 那除了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140个摊位的展示之外 那我们舞台上当然就还有我们热闹的歌舞表演 以及一些有奖问答 那现场我们也办理了这个购物极点的摸彩活动 还有我们农会的四建会 来推出的亲子同乐的一个四建区为闯关送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我们的DIY区呢 还有目前最夯 我们甲仙梅子的一个DIY的一个体验活动 都可以现场来报名参加 现在刚好就是梅子的一个产季嘛 那甲仙梅子其实像我们巴巴的这些重建区 其实很多地方除了甲仙之外 也都有一些梅子的一个生产 对对对那每年大概清明这个时间 就是我们清梅的一个产季 那高雄呢是全台湾第二大的一个清梅产区 仅次于南投 那我们主要产区就是在桃园纳玛夏甲仙六龟 刚好就是我们莫拉克风灾的一个灾区 重灾区 那我们在甲仙地区的甲仙地区农会的 一个清梅加工厂 也是目前全台第一个通过有机认证的一个加工厂 那所以我们在现场的这个清梅DIY的活动就是由甲仙地区农会来主办 那他们会带来这个从我们这些地区所生产的有机清梅 来跟大家教导大家来制作这个梅醋 那当然也会分享其他的这个梅子加工品的一些知识跟技术 那将来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家里来制作 那这个清梅DIY的一个活动呢 可以让我们现场制作这个梅醋 很大一瓶 很像一个九瓶一样 那这个将近有五百块的成本 因为我们那个是有机的清梅 那市府这边有做一些补助 所以民众只要两百块 就可以带好大好大一瓶带回家 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因为也只有这段时间才有生产清梅 所以请大家如果到了我们现场呢 那可以来报名参加 我们两天大概都有三百个名额让大家来参与 每天都有三百个六日 然后四月十九二十 那我想问一下一年 那所以这个活动需要事先来报名吗 也不需要 那你现场到了 那你就可以现场来参与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实在真的没有空 没有办法来参加的话 那在清梅DIY的部分 我们在下周还有六日 四月二十六号 对我们不过呢 我们的厂子会移到这个我们高雄花卫市场 对竹梦市集里面 那那边也有这个同样的这个清梅DIY的活动会在那里举办 所以这个礼拜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来参加的听众朋友 那下个礼拜也可以到竹梦市集来参加 好自己做的 这个梅子相关 比方说这个醋啦 或者是其他一些梅子的产品 其实吃起来会觉得很新鲜 很安心 对对对 而且很有趣 好那另外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有一些好康啦 去shopping的话 购物 其实呢还有一些集点摸彩的活动 这个部分一年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说怎么去设计好不好 你们是怎么设计的 那我们活动两天呢 只要在现场有消费满一百元 那我们就可以摊商这边 他就会提供你一点的这个点券 那只要有六张点券 基本上就是你消费满六百块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莫彩活动 那我们的莫彩活动不是中奖率高而已 我们是百分百 百分百 是保证中奖 只是这个奖品大小不一样 那我们整个奖品包括有这个新鲜的蔬果农产 各地的农产办手礼 水果等等 那我们还有这个红包加菜金 那其中这个加菜金红包的奖项 最高的加菜金可以到达五千元 所以我们大概有数千件的这个礼品 来送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选购 我们重建区的优质农特产品 是 所以这些新鲜的蔬果农产 其实很多也都是我们 就是高雄在地优质的一些农特产品 是是是 我们都是就地取材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以行动 来支持我们重建区的民众 好那在这边 是不是可以请您点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都讲说 在像这个北高雄的连池坛这边 爱在巴巴感恩发发的活动 或是说像这个高雄的花卉市场这边 竹梦市集都是高雄的优质农特产品 农业局这边是怎么样去就是帮消费者做农业这个把关呢 是我们对于这个安心安全的农产 因为刚好是一直以推动安全健康的农业城市 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农业的推动的目标 所以除了我们平常时就会来推动这个产销履历 那鼓励我们的农民产销班合作设厂来参与政府的各项的认证 包括集园谱产销履历有机认证等等这些认证的工作 那也会我们也组成了透过产观学界来组成这个技术服务团 那实际上下乡来协助农民怎么样去做病害的这个监测跟防治 那透过这些努力来让农民能够安全的来使用这个农药 让农药的使用量能够降低 也相对提升我们农产品的一个安全安心 那包括我们在市集像竹梦市集的这些所贩售的这些生鲜的蔬菜水果 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都会去做采样 那去做一些快塞来筛减这个整个农药残留的一个情形 那基本上是通过我们的快塞才能够在现场来做贩售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些层层的把关 那个来替我们消费者去找到推出最优质 然后也是最安全安心的农产品 是好那在巴巴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因为当时灾区嘛 其实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创伤 那么农业局是怎么样在帮助就是我们当地的居民 在农业这一方面也可以再重整起来 然后在整个产销部分的话 农业局又怎么样去帮忙做这样的一个推广呢 是我们重建区包括山区也好 或者是我们目前的大爱村 那当时在整个莫拉克风灾发生的时候呢 那很多山上的这个居民都流离失所 所以在山林的这个月梅这个地方就有重建的这个大爱村 那在他的旁边我们也透过这个永林基金会 那么设立了一个山林永林有机的农业园区 那主要就是聘用我们在大爱村的这个居民 那教导他们有机工作的一些技术 也是在这边工作 让他们能够有一份很稳定收入的一个工作 那另外呢 对于这个想要本身想要从事农业的部分 我们也媒合 让他们去能够有一块土地 来自己来做耕作 那像包括这些我们农业局所举办相关活动的 这些展售活动也都会邀请 我们在这些重建区的这些居民 还有他们的合作社产销班 来参与我们的各项展售的活动 那个透过最直接的方式 把他们所生产的这个农产品 能够销售给这个消费者 那让他们能够有很直接的一个收益 那来维持他们的家计 那当然除了在农业局部分 当然很多其他的各部门 产业重建的部分 或者是基础建设的部分 那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投入非常多的心力 来协助我们一个重建区的重建 那所以在整个五年之后呢 目前的评估也是重建区的 整个的一个复苏也是到了一个阶段 那未来的工作呢 还是会持续的协助辅导 但是就是不会再特别有一个委员会 或者是特别的一个条例 来进行这样的工作 而是回归到各部会 那么像包括农业部门 农政部门这边 就是就农业的这些生产 发展行销的这个区块 那么继续的来协助 我们同建区的居民 好那最后这边迎联 再跟我们大家 就是提醒一下咯 在这个礼拜 要来举办的 爱在巴巴感恩发发的活动 好那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所办理的 爱在巴巴感恩发发 莫拉克风灾重建区农特产品展售活动 那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 4月19 20号 那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6点 在高雄市的高雄物产馆 联坛旗舰店前的广场 来隆重的举行 那现场呢 有来自全国重建区 超过100个单位的农特产品 那除了提供我们重建区的生鲜蔬果之外 也邀请民众一同来 见证重建区产业的一个复苏情形 那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星期六星期天 一起来到我们联坛物产馆的 这个高雄物产馆的联坛旗舰店 那一起来见证我们重建区 强认的生命力 好那今天我们就谢谢 高雄市农业局的陈英莲 记正来到节目现场来分享了 谢谢英莲 谢谢 谢谢